欢迎观看第五集的 武统或文统 台湾2300万人民何去何从 在最新的一次台湾的远见杂志 在今年公元2022年8月16日到20日 做的最新民调显示 远见杂志在民调里写了一句话 原来战争离我们这么的近 8月以来中国大陆的武装军事演习 封锁台湾岛的一周十天以上的军事演习 让台湾人民感受到 原来台湾面对中国大陆的军事的威胁 战争的边缘原来是这么的近 在远见民调中有提出台湾民调的访问 有关美国的众议院 佩洛西来到台湾 是不是能提高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 这次的民调有55%就是5成5的人认为 并不会提高台湾的国际的地位 而且把台湾送向这个战争的边缘 这个是真的 有77%还有的民众 和6成5就是65%的台商认为 认为美国的中央员佩洛西来到台湾 造成两岸开战 中国军事侵略台湾岛的巴仙里增加 而是直日可待 随时会发生战争在台湾岛上 而且这次民调有73%的人 7成3的人认为 有这次美国的中央员 佩洛西来到台湾 主要是推销武器销售给台湾 以及要把台积电挖走 挖到美国设厂 这个才是真正的目的 一点都不会提高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 而且造成台湾陷入水深火车之中 特别是台湾岛的2300万人民的 身家财产性命 都推向战争的深渊之中 一点不可靠啊 所以很多台湾岛上的民众 是受到台湾的民进党的 这种政治的疑论和表演 所以可以看出 75%的人台湾民众 好脑都是很清醒的 他们2300万台湾的民众 都不希望说过着战争的日子 他们只是想过着一个太平的日子 这是主要2300万台湾人民的愿景和诉求 而且台湾的远见的杂志的民调 有64% 6成4的民众担心 台湾这个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 会随时会在台湾岛开战 这是绝大部分的人民的恐惧而担心 而认为不会开战的台湾民众 他的巴仙利是少过25% 是20多巴仙 而且其中有6成5 65%以上的人 担心不愿意自己的家人和自己 都会上战场和中国开战 回答愿意和中国大陆家人 自己在台湾岛战争的 是已经少于25% 而且里面的访问 有一个议题 如果维持两岸的和平状况 台湾岛就不会花更多的钱 来买美国的武器 结果这次的调查有6成3 就是63%的民众提议 降成说维持两岸的和平的 一种友好的关系 台湾岛就不需要花更多的钱 来向美国买武器 维持台湾的安全 这会台湾人民花更多的钱 用这些钱来搞建设 搞民生 搞建设 这会使台湾岛的人民 过得更美好的和和平的日子 所以最近台湾岛 台湾的前总统 马英九先生发言 两岸应该避战 不要把台湾岛2300万人民 推向水深火热之中 特别是民进党不应该不断的 向中国大陆发出刺激的行动 而且应该找出双方就是台湾岛 以及中国大陆能够合作的地方 来加强大家的互相合作 这些合作可以包括经济 一系列的商业的合作项目 这样就能够把和平的气氛营造出来 让台湾2300万人民 享受活在和平的日子 以及经济与商业的合作行动 和大陆密切联系 让他们获得更大的商业 以及经济的生活的数字的提高 可是民进党不愿意 听信这些一切的势力 他主要就是要在搞 这个政治演说 让他赢得政治选票 让他得到更大的政权 在下一届的大选中 让台湾的人民都投他的票 这是他最重要的目的 所以他们民进党 一直不断的配合第三国外国的势力 美国的众议员 台湾西来台湾就是一个最见证 接而总之的接二连三 有台湾的也是邀请 美国的很多的州的议长 来到台湾 其实每个都不是为了台湾的民生问题 或者提高台湾的目的 主要就是说 要台湾的台积电去美国设厂 要台湾的鼎泰峰去他的州设厂 要台积电的这些商业的一些秘密 所以蔡英文一而再再而三 就是出卖台湾的一些经济项目 从中赚起薄力 而且有下去传出 蔡英文已经成功的演习 乱与台湾岛发生战事 他能够在第一个时间 船坐飞机飞离台湾 逃离台湾 他根本就是一个政治的骗子 他根本这个就是一个假台独 也不是说要把台湾搞成台独 他主要是说 搞作台独的棋子 搞作民进党的棋子 在这个政治谎言之下 就可以不断的出卖台湾的经济项目 让万一赚取暴力 之后万一两岸发生战事 他就逃离了 这就是他的政治目的 他的所作所为行径 以这个乌克兰的现任的重统 则的实际一模一样 乌克兰现在已经 把乌克兰的乌西卖给了波兰 在基普首都的会议之中 所以现在他也是把乌克兰的人民 推向战争的之中 现在战事已经战了七八个月了 乌克兰死了多少人了 人民受苦 他却赚取暴力 而且这个折禄斯基 在美国有几百万元的豪宅 所以我们想想这些政治人物的心态 他们搞作一大堆 很好的这个政治谎言 重重赚取暴力 而在他的领导之下 这些乌克兰和台湾 他们的人民的生活要怎样 他们如果进入战争 受苦的是人民 而不是这些政治领导者 这些政治领导者 第一个时间就坐飞机飞走了 这就是他们真正的目的 所以这个马英九先生 向台湾岛发出的先言说 避战和谈 和中国大陆保持和平的这种经济联系 可是这些台湾岛 特别是蔡英文 根本就听不进 其实他们懂得这一切的思维 只是民进党 蔡英文就是一个 还有民进党 都是这些人都是 其实他们是在装睡 而且装睡不愿醒过来 因为他们知道 不断的刺激中国大陆会影响 而且造成中国大陆 发生武统台湾的机率 更做提高 可是他们要引起最重要的政治选票 政治选票让他们获利 得到金钱上的利益 而其中蔡英文是最大的利益的受获者 所以万一发生战事 他就第一时间坐了飞机跑 而民进党这些人 也从打坐这些政治棋子 不断的搞台独 假台独 以中国大陆搞对抗 而从这些 所是假台独的政治宣言中 获利 获到金钱上的利益 而蔡英文就是最大的经济 金钱获利者 而民进党也获得重大的 这些选票 让他赢得一次又一次的大选 而获得更多的金钱的暴力 这就是这些政客真正的目的 其实他们懂得 刺激 中国大陆会引起战争 不过他们不管 他们只是为了政治选票 为了赢得大选 所以他不管台湾岛的2300万人民的生死 反正万一战事 他们有钱的人先跑了 受苦受难就是这些比较 生活水准不这么高的2300万台湾的人民 而且现在俄罗斯已经发言说万一台海发生战事 俄罗斯会第一个行动站在中国大陆这边 而且会对这个日本采取一切的军事行动 而且这是中国大陆与俄罗斯都在这个日本的岛的东边 西边持续的演习总共36天 中国参加这个俄罗斯这次公元2022年 主与办的东方2022的军事海上演习 这次的演习在日本海河和沃克斯海 在日本的东岸以及西岸举行 就是日本环绕着日本的北方四岛举行 这次的军演与其美国近期在太平洋演习的军演 搞成一个对抗 所以现在在太平洋以及日本海有两个集团在军事演习 一个是美国为首的太平洋军事演习 另外一个是俄罗斯主导的东方2022海上军事演习 而太平洋军演总共是36天 他参加的军舰有32艘 上次俄罗斯去年公元2021年举办的军事演习 参加的人是50万 今年的人数已经输水 总共是3万人 而俄罗斯的东方2022海上军事演习 参加的国家有13个国家 十分的多 十分的庞大 而东方俄罗斯的2022军演有5万人 而太平洋的军演只有2万人 所以这次俄罗斯的东方2022海上军事演习 的人数十分的庞大 比起这个美国所提倡的2022太平洋军事演习 而且俄罗斯所举办的这个公元东方2022的军事演习 他的举办的地方是在日本东北方四岛的日本海 以及俄祸海 刚好是北方四岛 因为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国家 而这次俄罗斯所主办的2022海上军事演习 参加的国家有13个国家 他军舰总共有60艘 比起太平洋军演只有30一艘 所以他的军舰数目十分的庞大 总共就是说美国太平洋军舰的两倍 而且这次俄罗斯的公元20海上2022的东方军事演习 应该有一个特点是印度也是有派军舰来参加 美国有曾经阻止印度来参加这次军舰 不过印度还是参加这次俄罗斯的东方2022的军事演习 因为印度有在美国所提倡的四方安全对话之中 而安全的四方对话之中 包括了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以及印度 因为印度的立场是比较强硬 不结盟 他也不倾向 美国也不倾向俄罗斯保持中立的状况 而且印度最主要武器都是来自俄罗斯的 这次总共派出一个联75个人参加 这是一个象征的意义 这75个人在5万人只占一个联 人数不多 所以印度参加这次的2022的东方军演 只是一个象征行动 特别现在美国在搞这个反华的声浪 所以直接发出一些挑戏的政治的报告 美国的一些政治政客不断的挑戏 这个中国共产党 这个李克强与习近平之间的矛盾 可是他们的预测与现实是完全的相反 美国的这些政客 刻意的挑择反华的声浪 因为中国大陆的政治体系是跟欧美完全不一样 是一个共产党的体系 因为他们不是在共产党生活过 他们不是这样费紧 所以不能够完全中国大陆的政治情况 就是搞不清状况 所以这次在20大之前 中国的全国第三号人物 常委长栗战书 在9月7号到9月17号 访问俄罗斯与普京见面 增加与俄罗斯的紧密军事经济联系 还有访问蒙古、尼泊尔、韩国等四国 而且俄罗斯所主导的公元2022军事演习 这个中国与俄罗斯的军舰 以及空军的联合对日本北方四岛 以及环绕着日本海、俄罗斯的不断的军事演习 是给日本一个重大的军事警告 万一在台海战事之中 不能发生任何错误的信息 错误的行动 而且俄罗斯会第一个行动 就是参加中国大陆这边围攻日本 这就是说万一台湾岛发生任何战事 日本要出拼台湾 他也会景象被俄罗斯北基雄刻住 完全不能够行动 所以这个是给日本岛一个严重的军事威胁 而且泛眼俄罗斯以及中国都是拥有核子武器的大国 随时都可以发射武器 把日本摧毁 所以这是给日本一个重要的军事演习 就是在台湾这个行动之中 如果大陆参加武统 日本千万不能出兵 否则俄罗斯就会发出军事威胁 以及和大陆联合的干掉日本 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 现在我们谈谈美国 这个国内的政治问题 拜登是掀盖美国的现任总统 他是执政党 他是在美国现在有最大的政治权力的人 他现在对他的在野党 他的反对党 施加这么严重的 激烈的发表政治演说 而且有四个国家电视台进播 不过有消息传出来 就是报社也刊登 这个拜登所发射的 这个发出的这些激烈的 就是说这个美国的共和党是川普 以及美国共和党的人都是Mega 激进分子 所以美国这些激进分子 Mega的人就是共和党 说这个拜登总统所说的激进分子 有传言说会发生这些政治行动 可能刺杀民主党这个宪政总统 拜登或者民主党的一些政治的议员 所以这个共和党要发出这些攻击 政治攻击的力道十分的强力 已经到了挑拨内部的这种计划 内部美国内部分裂的这种力道 所以现在已经严重的撕裂了美国这个城乡对立的状况 美国从一个伟大的一个美国的世界第一的国家 经济强权变成撕裂的两个国家 就是美国有城镇之分 美国27年来这个民调 有十多个州都是 十多年来都是头一个党 就是说城乡对立 在城市都是以民主党投票为先 民主党占作主要的城市 而这个是多过5万4名的民主党 占作美国城市的选票 而在共和党呢 他们是占作在乡村的部分 就是少于5万人的乡村地方 所以美国曾相对立 已经严重的撕裂了美国 所以在这次拜登宪政总统的激烈的评计 共和党川普以及共和党人民 都是mega激进分子 所以严重的撕裂美国 成两个国家 这就是为什么有四个国家电视台 都不要登出拜登宪政总统的演说 不过有很多报社都登出这样的演说的内容 所以让共和党的人看了十分的不满 所以发表说要查一句一切的政治行动 更有这样的消息 传闻在美国有些夫妻离婚离意 就是因为夫妻都是各为其党 就是男的为共和党 女的为民主党 或者是女的为共和党 男的为民主党 而婚姻产生破裂 撕裂 离婚 就是因为共和党与民主党完全四不两立的政治行动 所以现在美国已经从世界的第一强权第一的经济体 撕裂成两个分裂的美国 就是一个是共和党的美国 一个是民主党的美国 现在我们回头来说 美国的前国务卿这个季欣哲 曾经苦口婆心的劝说美国人 美国一直把自己塑造成自己是世界的警察 维持世界的和平 但实际的行动 却完全的相反 美国在非洲造成非国的战乱 也造成利比亚的战乱 和中东的地区的战乱 中东地区造成了阿富汗 伊拉克 还有叙利亚的战乱 再到了欧洲造成乌克兰的战乱 让乌克兰与俄罗斯 纠缠不清的在这个七八个月的战争 使乌克兰的人民生离土壤 到底死了多少的乌克兰的人民呢 在这场战事之中呢 美国自治之中 一直把自己当成世界警察 说成自己是一个维持国际世界的 趋势的稳定的力量 不过他的实际行动 且南沿北侧完全的相反 而且造成国际局势一次又一次的战乱 造成全世界国际局势生灵涂炭 在欧洲他挑起了乌克兰就是代理人的战争 与俄罗斯纠缠不清在八个月的战事中 乌克兰又死了多少的人民呢 美国就背后给钱给武器 让乌克兰与俄罗斯在全线厮杀 死的是乌克兰的人呢 而美国说经济制裁 俄罗斯限制全世界向俄罗斯买原油 而俄罗斯企业有售卖 特价已经折扣价的原油石油给美国 美国就是有向俄罗斯购买 说他要制裁的石油 然后提炼了卖给欧洲各国和全世界 重重赚取暴力 让美国的军火山美国人赚得大发特发 究竟有这样的学者说 这个乌克兰的战争最大的受益者是谁呢 就是美国 乌克兰正在属尸体 而美国人美国的军火山正在属超妖 有学者担心美国在亚洲也会造成 就是北朝鲜与南韩的两国的尸杀 或者日本人与俄罗斯人在远东的地区的尸杀战争 也造成或者会造成台海两个地方的区域的人 中国人民的互相的兵容相见 互相的尸杀 互相的战争 这样的局势意味着死了多少的人民 把全世界的人民推向水热火热之中 推向战争的泥糟之中 美国就是用这样的手段 自二次大战以来 就是用这样的手段 就是维持自己在全世界的霸权主义 霸权领导地位 在欧洲利用乌克兰来削弱俄罗斯 而在亚洲用日本来削弱俄罗斯和中国 而也用台湾以怡治疑 以华治华来削弱中国大陆 现在变成本是同根生相见和太极 让台湾岛的中国人民 以中国大陆的中国人民 陷入战争之中 陷入泥糟之中 台湾的2300万人民 又要面对战争的魔影 战争的深渊之中 这到时又会死多少人啊 美国就是善于包装 自从二战之后 就是把自己塑造成世界警察 到处维持世界和平 到底现在台湾岛上 有多少人脑袋清楚啊 看得清楚这样的政治局势啊 台湾岛2300万人民 现在已往战争的这个深渊里面跳啊 平全世界的人民的购买力 中国人民的购买力 已经远远胜过美国 因为中国的人口现在是14亿 而美国的人口呢 只不到4亿多啊 而且中国大陆与美国的 这个精致实力 科技实力 军事实力 都在不断不断的塑小 而且中国有些在科技领域 军事实力领域 已经超前于美国 更有现在你看 中国已经见自己 能够乘坐世界 第一座自己乘坐的 一个国家乘坐的 国际太空站 或者登陆月球的 这个背部 这些都是美国完全 不能够科技做到的层面 而且中国发明了量子电脑等等 黑科技的技术都超越美国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有传闻说 现在中国抓住美国攻入中国的 这个东北西洋大学 就是要窃取160GB的 绝对金色的机密 就是这样的原因啊 所以现在美国就想利用台湾来打一次 大理人战争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鼓励台湾岛 不论男女都参军啊 就是把台湾伪装成一个刺卫岛 与解放军中国人民 解放军周旋 以成像之战 如果这个台海发生战事 美国要制裁中国 现在也是一个非常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这个中国的国际的贸易额 已经超越美国 是世界最大的贸易额的领先者 美国已经没有这样的精致实力来制裁中国 更何况有哪一些国家会 跟随着美国的脚步制裁中国呢 现在中国大陆是全世界 不论是任何国家 都是第一大的国际贸易伙伴 所以哪一个国家有这样的经济实力来制裁中国呢 在这样的环境下 现在如果制裁中国 哪一个国家边对和中国第一伙伴的关系 经济贸易状况 如果中国的贸易中断或者减少一半 哪一个国家就遭殃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经济原理 现在美国要用经济制裁或者科技制裁 来制裁中国 这样雄厚伟大的经济体 是完全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现在美国连自己来制裁俄罗斯 自己也做不到了 所以要制裁俄罗斯 可是事实呢 俄罗斯坚持要购买俄罗斯的原油 石油 天然气 粮食都需要用卢布 现在造成俄罗斯现在今年的经济状况 他的贸易额已经发了大发特发 就是原来去年的卖原油 石油的经济这个营销 上市两倍三倍之多啊 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竟然把700多亿的美元 来购买人民币 来稳定俄罗斯的卢布 不要让他一下子飙到 好像摩天楼这么样的高啊 这就是为什么近期美国的美联社不单的公开 说要经济制裁俄罗斯并不但经济没有衰落 反而变得经济更加的成长 不过美国就是一直在欺骗全世界 不要让这个真正的事情 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啊 至于中国这个研发的滚轮 这个就是中国很久以前就在研究 专业在发生武统对台湾采取台湾岛 采取一切的经济失通 滚轮就是一个巨大的货轮能够存在 几百吨的这个坦克啊 火箭炮啊等等 军事设施啊 军军解放军到台湾岛作战的一个远程投射的力气啊 中国大陆能够用 民间的所有的运载的 呃器具啊 包括这些高铁啊 火车啊 民用飞机啊 货轮啊 轮船啊等等 运载一切的解放军人民到台湾岛上作战 估计在三天之内 中国大陆已经能够飞跃 投射超过50万的解放军到台湾岛上了 这样的演练 大陆一支中国大陆联盟解放军一路在军演 一直在演习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具备这样的远程 呃投射 以及呃供应这些空降部队解放军到前线 就是已经具备了三天投射50万解放军 到台湾岛的这个军事能力 而且解放军全国的物资能够应用在台海战事上方面 方面啊 而且在远程的呃这个解放军投射力量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全副武装的登上高铁啊 把它投射到几万公里以外的战区作战了 中国已经对这样的空降远程 偷射人民解放军的几万的解放军的能力啊 而且中国大陆一直在演练 全国各地各战区之间的调动与演练 以及军事行动啊 万一和台湾岛发生一切的战事啊 一旦台湾岛发生在台湾岛发生战事 就是另外一处悲剧的上演啊 台湾岛2300万人民的森林财产 森林涂炭又何去何从啊 而且现在全世界的无人机啊 中国可以说遥遥领先啊 百分中的这个七十八千七成的无人机 都是控制在中国大陆的手中啊 而且中国大陆已经发这个发生的 就是研究成功的对抗无人机的极光武器 以及雷炮雷射炮等等先进的武器啊 所以这些先进的黑科技武器 在台湾战事中能够一网打进 一网绞进台湾岛上的任何一切的军事设施 而且能够就是主持一场啊 斩首行动除掉蔡英文 让村子兵把所赢不战的七人之兵 拿下直接拿下这个台湾岛的领导权啊 更有传出美国的五角大楼 美国很多军方啊空军啊 特别是海豹部队啊 三角洲绿帽部队啊 所用的湖人机很可笑都是这个中国大江的湖人机啊 这么高军事秘密的组织啊 在美国这些特战部队怎么用 中国的大江湖人机啊 这十分的可笑 而且一旦应用这样的军事的湖人机啊 再战事发生 中国肯定会走后门 就是用大江湖人机彻底的摧毁美国的一些的措施啊 这就是知己知彼啊 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美国啊 美国可以说是世界的第一强权低阶基金体 而且现在传出美国的F-35的战斗机 这个涡轮中的磁铁 也是引用中国所购买的磁铁啊 万一中国的磁铁也是有后门 能够渗入美国的F-35 垂直隐身战斗机之中 像美国又如何的能够发生战斗呢 任务呢 所以这十分的可笑啊 所以可见现在中国的科技 黑科技 在IT啊电脑啊计算机啊 在天空一体化 都是很多层面已经遥遥领先美国啊 而且美国在制造火箭啊 推动力发射器 一路来都是采用向苏联俄罗斯购买 这个重型火箭的发动机 这就是美国一贯的政策 现在美国已经和俄罗斯不断的交恶 一断的制裁俄罗斯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啊 不能够再把这个他的火箭啊 发射上空 而且一直传出原料泄露出的原因啊 美国这种火箭发动机 重型火箭发动机的这个技术 远远落后于俄罗斯 现在他决定与欧洲其他31个国家合作 不过这个重型火箭发动机 这个也是欧洲这些31个国家和美国的短板 所以这个是他们无法攻克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一个问题啊 现在我们谈谈美国的火箭啊 SLS火箭 为什么会接而连三的已经推迟了 三四十次的火箭发射的真正原因啊 美国SLS火箭啊 被逼取消啊 发射的真正原因呢 是美国的SLS火箭是一种古董的航天技术 这个航天技术是十多二十年前 上个世代或者上上四个世代的航天技术 说白了 他就是用 波音公司的飞机 飞机的引型啊 以前飞过的那些老旧飞机的引型啊 直接拆下来 组装在火箭上 这就是所谓美国的SLS火箭技术啊 试问这样落后的航天技术又能够怎样发射美国的火箭啊 你看美国的波音公司 这个七八计的飞行飞机啊 在全世界已经发生了多少宗的这个飞机意外事件啊 所以可见这个美国在这个航天领域的技术是十分的落后 而且是十分的不安全 而且波音 美国的波音公司传出很多的财政刺势啊 这也是影响到他一切的这些 NASIA承包的一切的 一切的工程的技术啊 所以他所谓的SLS的火箭技术就是 用旧式的 这个波音的飞机 推行器 拆下来组装在火箭上 这样又能够怎样能够让 美国的火箭 能够发射上空呢 所以这个可以用一个 比较俗话就是说 用新瓶子来装旧酒啊 用了三十年前的旧技术 又能够怎样发射这样的火箭 美国的火箭上空呢 所以很多的航空的专家都评述 这样的SLS火箭是 完全无法发射上空啊 而且美国的宣传火箭的口号 喊得特别高啊 要把火箭发射到月球啊 发射到火星啊 发射到全宇宙啊 事实呢 原料泄漏啊 不能够发射 一而再的推迟啊 已经推射了三四十次啊 而且这种 呃 泄漏啊 的事情已经在 之前发射的时候 已经研究出来了 怎么这样的事情一直接二连三的发生呢 和苗样同样的问题发射在发射之前的阶段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是不是波音公司又在吃钱啊 没有搞真正的建设工程啊 想瞒天过海啊 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啊 科技的事情是瞒不了的 不行就是不行啊 就是航家一处守旧之远眉 有现在美国用了前前世纪 三四四年前的旧科技 就想把什么SLS火箭 飞射到火箭 飞射到宇宙上 真的是天荒之堂啊 这样的接二连三的蓝耀发生泄漏 在航天史上是不可能发生的问题啊 也是暴露美国波音公司 一个严重的问题啊 技术上的路后 这个财政有没有吃钱啊 工作人员有没有做工啊 一大堆的琐碎的问题 都浮上了台面啊 现在美国现在的航天科技啊 已经不能够和以前美国这个 登月的航天科技来相作辟比啊 这为什么呢 而现在负责的厂商是美国的波音公司啊 波音公司正面对了一大堆财政问题啊 经事状况啊 里面呢 有没有黑啊 有没有吃钱啊 技术上的路后啊 等等啊 既然两种千万种问题啊 都全部都浮上台面了 那时所谓的51年前 美国发射说登月的时候 以前苏联冷战时候的 这个科技是举全国之力来发展 这样的航天技术啊 而现在美国的这个航天科技是 所谓的就是一家公司 NASA或者和另外一家公司 承包下来 在组织的一个航天技术啊 所以是十分十分十分的落后啊 来做实验 SLS火箭的实验以及研发的工作啊 如果这个火箭推而再三的 在推过三四四四不能够发射到火箭上太空呢 推迟到现在是公元2022年 推迟到2030年 中国已经把火箭发射 登月人把太空人登月到太空上 而美国2030年还在地表上 波音公司在搞SLS火箭 不能发射上空 这会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笑话 所以现在波音公司所能做的事情就是 重新把火箭推回厂房 重新的检查 重新的研制 重新的发射 又发生同样的同样的问题 同样的问题又推回厂房 重新的研究 重新的组砖 又重新的发射 又同样的问题 不能发射上空 这样的火箭 SLS火箭 就是新瓶砖旧9 用前前三四十年前的 这个航天飞机要组装成火箭上 就像梦想成真 飞上太空 真的是有点异想天开 海市三楼 真是令人无分 无法想象 在美国所谓的全世界第一的经济体 第一的强权下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而且现在中国的火箭的黑科技 真是一日千里 真是相当的惊人 从公元二年的9月6号 到之前的两年的火箭发射 中国航天技术在这两年之中 已经发射了103次的火箭 运在卫星上空 而且成功的发射力 你猜是多少 是百分上的100 真是十分的惊人 在两年之中 中国已经发射了103次的火箭上空 而且是百分之100 100% 100%的成功率把火箭发射 卫星上空 所以中国的航天技术的黑科技是十分的惊人 而且中国发生了研发处 世界最大的湖人机 就是完全不用电人 采用太阳人的湖人的太空湖人机 能够升空大概6万米之高 能够湖先机的滞空在太空上 观察地面的军情和一切农业的状况 全航的太阳人湖人机 它的名字叫做取明星湖人飞行机 在这里我向大家介绍 取明星湖人飞行机 能够长期的滞空6万米 湖线期的滞空 它有6个发动机 能够不论在白天或者晚上 能够长期的滞空 湖线期的滞空在一中 观察地面的军情和农业状况 在这次的实验之中 它已经飞行了26分钟 然后在安全的降落 各种系统的测试完全的正常 完全的安全 取明星的湖人飞行机 它的翼长有50米之长 十分的惊人 采用模块刷分极 而有6台的分布式的电机螺旋桨 推动力器 贴在机上那些电池板 所谓电池板就是太阳能板 就是飞机的这个取名 飞行古人飞行机的电源的唯一来源 就是飞行在太空之中 吸收太阳能 万一在晚上之中 飞机也能弧陷期的 置在太空之中 不用降落地面 它的飞行高度是十分的高 在大概2万米之高 所以所有的银沉 最多只能在1万米 所以2万米根本是没有银沉挡住 所以它能够弧陷期的 吸收太阳能 这就是它为什么可以 弧陷期的置空于太空之中 不用降落地面 而且有军事专家也称它为 高空连续飞行的伪卫星 由于它有6台的螺旋电机 只要电机不坏 它就是可以长期的 弧陷期的置空 不论昼夜的飞行 长期的置飞行 置空于2万米的高空之中 这个取名的无人飞行机 十分的惊人 中国的黑科技 而这个飞机不可能 携带核子导弹等武器 它主要是用于 这些农业 军事用途 卫星用途 带一些光学探测的仪器 和一些探测设备 来执行一些长航时间的远洋执行任务 远洋的执行的飞行 以及侦查能力 航天消息 中国的发明了全世界 全世界最大的 25吨级的 B4膨胀循环式的 轻氧式发动机 在火箭发射机上面 这让中国的航天科技的火箭 就是更进一步 如釜天意 这个循环的轻量发动机 在火箭史上是全球第一领先的黑客机 做中国的火箭 重型火箭的运载发动机 火箭能够运载更多的 这个载人以及载货 到火箭能够载到月球或火星上面 现在俄罗斯与中国加强 双方之间 两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 他们准备在 中俄之间的这个经济 军事以及 还有能源 三个层面的 紧密伙伴关系的紧密联系 首先我们从经济层面来 关系这个中俄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 中俄之间的经济层面 要加速以美国之间的金融脱钩 现在有最新的经济财政的报告发布 中国大陆前500名的 这个企业的总额收入破百万 而且已经超越美国的 这个前500名的企业的总额 而这个中国的前500名的企业的 超额超过人民币的几百兆元 十分的金额已经超越美国 前500强的 经济的总额 中国人民币已经 一破七的保卫账 对上美元 而且中国大陆已经 连续七个月的抛售美债 俄罗斯也是尽速的 尽快的抛售美债 中俄之间 经济的联合制裁 美国而且去美元化的公司 不断的进行 而且中国大陆不断的增加 黄金的储备 以及加速美元的贬值 中国与俄罗斯紧密联系的 经济层面的联系 人民币的强化 真的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促进了美元的去美元化的 经济行动 而且俄罗斯与中国 提倡的金庄五国 和俄罗斯领导的新的G8集团 也是主持一连串的 这个去美元化的行动 而且是俄乌战争发生以来 俄罗斯购买俄罗斯的石油 天然气粮食 俄罗斯只是接受用 这个俄罗斯的卢布 或者是人民币 这一连串去美元化 而且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这个习近平访问沙地阿拉伯 进行一切的精细联系建设 一些重大的建设行动 而且都是用 因为中国是沙地阿拉伯 最大的这个石油的购买国 也是用人民币进行 所以这一连串的去美元化 真的是受到美国的美元 受到一而再再而三的 美元强权 受到人民币以及卢布的挑战 而在军事层面方面 东方202就是俄罗斯提倡的海上 东方202军事演习 普丁会视察这个飞地 后来又会到远东现场观看 普丁大地会飞往顿巴斯访问 现在中国与俄罗斯的远东 东方2022的军演 直接的告诉这个日本 万一这个台亚发生战事 日本岛不能够出兵台湾 或者这个俄罗斯会也是发生一连串的这些军事 而中国配合不断的这个用核子打击力量 能够一起摧毁这个日本岛 给日本产生一个战争的阴影 就是日本会面对中俄之间两个 儿子大国的核子力量的摧毁 一旦核子大国中俄的核子武器 攻向日本,日本岛有可能就会沦陷 也会被继承等种种的战争阴影之中 让日本不敢在台亚战事中越维持一步 在9月14号 即将举行的上海会议上 普京俄罗斯的普京大帝会 和中国的最高领导臣主席 习近平在20大之前也会参加 这次的上海会议 所以两个领导人会在这个上海会议上 碰面 进一步的加化 中俄之间的军事伙伴关系 也在这次上海会议上 所有的成员国多数多数握有丰富的能源 如石油、天然气这些国家 上海会议有可能扩篇 就是要迎接伊朗的参加 中亚这边土耳其也要参加这个上海会议 所以上海会议的成员是不断的涌现 不断的增加 习近平敢在这个20大之前 访问这个上海会议 可见这次上海会议 极具战略上的意义 而且这个也是破釜承受 就是说习近平在这个20大已经胸有成竹 破釜承受他已经在内部已经 就是所有的七个委员之中 已经可以说是已经委托习近平会出任第三任的 这个川七就是中国的最高的领导人的职位 中国之间两个陆权大国再加上中亚这边 这个整个陆权大国的联系 来对抗美权 美国的这个海权的势力 就是美国加上北约这些国家的势力 这个沿成一个世界严重的两个集团的对抗 中国这40年来的经济成长 所提倡的习近平所提倡的一带一路 已经将全这个中俄之间 以及中亚之间 以及非洲之间的这个陆权之间的 经济体系的联系 所以这个陆权国家的经济体系 已经渐渐的超越海权国家 这是以美国为首的 河北越为首的 和海权英国为首的 海权经济体系 而且大陆在购买石油 从俄罗斯和其他沙迪阿拉伯 用人民币不用欧元或美元来购买的时候 就是去美元化 这会使这个人民币在国际集市之中 人民币的份额也是逐渐的扩大 而且中国的人民币已经提倡这个数字化 所以进一步的提高这个中国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 肯定这个人民币在国际上 它的份额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扩大 因为没有用美元和欧元来购买 这些国际上的石油原料以及粮食 这是肯定的 这时中国大陆向俄罗斯购买进来的黄金储备 不断的上升 这也是使人民币的份额在国际上不断的地位 不断的提升 根据最新的报告已经增加的购买 俄罗斯的黄金储备已经增加了4800% 总共大概是50倍之多 十分的惊人 因为俄罗斯是全世界最大的厂金国 而中国大量的购买俄罗斯的黄金储备 然后又用人民币向俄罗斯购买 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及粮食 俄罗斯普京要的是中国的人民币 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用人民币来计价 是不是人民币在全世界所用的指数 分的越来越的高 所以黄金储备越来越大量越来越高的时候 而中国人民币的国际地位的提高 也是不断不断的提高 跟着这个黄金储备的提高 也进一步的强化人民币的普遍性 以及稳定性以及安全性的提高 这也让全世界人民都想拥有人民币的意愿 一而再再而散的提高 而这也是同时加化了对美元的依赖也要求 也越来越来越来少 这就是进一步的强化去美元挖的行动 而且中国大陆与俄罗斯不断的抛售美元的美债 中国与俄罗斯这个风驰电视 这七个月不断的抛售美元的美债 也是造成美国经济一而再再而三的滑落下谷底 现在美国的美债在全世界的份额也是越来越来的少 美国的美债已经突破了9000多亿的美元 相当相当的少 全世界中国人民币在国际地位也是 份额也是影响力越来越的高 所以中国大陆是用一个非常高明的 全世界的贸易战经济战和地缘政治战的关系 来加强中国人民币在全国全世界的经济地位 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量已经十分的大 中国有14亿人口的购买力 而美国只是3.4亿3.2亿人民的购买力 中国的这个经济体已经超越越超越过美国 所以全世界的经济影响力量 中国已经远远超越了美国了 所以中国的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肯定比 俄罗斯的这个卢布的影响力大 因为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购买力 14亿人口 美国只有2.3亿2.4亿 而中国的500强已经超越美国的500强总额 所以这是进一步的强化中国人民的人民币在 在逐渐社会上的经济层面上的人民币的地位 现在这是美国最不想看到的 这个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战争 这个会发生就是美加化 美加化就是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长远的边境 都没有一个驻金 现在美国的恶梦要发生的 就是中国与俄罗斯不断的加深 这个经济军事以及能源的三个层面的 不断的紧密战略伙伴关系 有可能现在已经发展至这个美加化 就是改次中国与俄罗斯边境之间 也没有一个驻金 而是把军事布置到对外去美言化 对抗美国集团之中 这就是美国最想不想看到的 俄罗斯与乌克兰发生战争之后的 中俄之间的加美化的情况 而且俄罗斯不断的向中国 思考在经济军事以及能源 与中国的这个加强双国之间的 紧密战略伙伴关系 而且这个东方2022 在日本的俄罗海 以及日本海 日本的北方四岛的外面四的海边 举行军事演习 一而再的警告日本 以及强化两国之间的 军事同棉能源 以及经济抛弃美债 以及用人民币强化人民币 这个使中国在国际局势的不断提高 而且中国这个40年以来 习并已经我提倡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进化 已经强化了全世界的路线国家 所以在这个上海会议之中 除了这个伊朗 土耳其其他主要的人员国家都要参加 这已经加强了这个全世界的路线国家的经济体系 凌驾在美国海权势力 就是美国与北约以及英国 澳洲这些国家的经济份额 所以一而再再看得上 中国在以及俄罗斯 在国际的经济的以及军事的领域 已经渐渐的领先在美国之上 而且美国也是很困难的 要与这两个世界 全世界的第二以及第三的核子大国 同时发生战争 所以真的这个台海发生战事 美国会不会来这个参挽救这个台湾岛呢 而且美国军方委员 自此之中没有和台湾岛的军事 有一些联合协同作战的目的 这个美国又如何能够来参加台湾岛战争呢 而且美国的五角大楼 在三十多次的军演 军皮推演中 美国参战会有两艘航母会被继承 而我个人推称会有五到六艘航母会被继承 美国的大概会有 应该是会有 60到70%的 8%的这些空军战斗机 也会被继毁 因为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厉害的 中程的制导导弹 就是东方11 东方15 东方26的导弹 能够继承在地球表面的 任何的一艘美国的航空母舰 所以它的发现率是百分之百 如果误差在十米之间 就算这个东方 这个东方的这个导弹 没有带任何的火系 从远空从太空飞落下来 这个也是完全能够继承任何一艘航空母舰 因为它是用超过10到20马赫的速度 十分的惊人 而且这个导弹能够滑翔于太空之上 避开任何美国的一些导弹的繁卫系统 爱国者导弹的繁卫系统 所以中国与俄罗斯现在在全世界的军事与经济层面 不断的提升它的领导地位 所以现在在台湾岛 真的台湾岛2300万人民 真的是应该是要主张以和止战 以避免台湾2300万人民 在掉入这个战争的深渊之中 这就是为世界和平所做出的最大贡献 希望大家能够台湾岛上的人民 能够主张一些以和止武 就是会产生文统的行动 不要在台湾岛上发生任何一些的 精致行动或者武统行动 让2300万人民 台湾2300万人民 深淫涂炭掉入战争人员 这是全世界台湾岛2300万人民 最大的祈福 谢谢大家收看这期第五期的文统或武统 台湾2300万人民何去何从 我们谢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 我们在第六期武统或文统 台湾2300万人民何去何从 第六期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Have a nice day 拜拜 谢谢大家收看这期的 周第五期的军事频道 台湾武统或武统 台湾2300万人民 第五期 我们在第六期再见 拜拜 白宫没有出手去阻止 对 裴洛西 那对中国大陆来说的话 他在国际间 恶物的问题 对俄罗斯的问题 对伊朗的问题 对朝鲜的问题 对叙利亚 对中东 对很多地区 他是不是可以放手去做了 他可以完全不考虑 不顾忌美国的感受 他可以完全去做 对 我觉得这个对美国白宫来讲 一个裴洛西成就他自己 可是却伤到的是美国人的利益 伤到了美国的国家的利益 那么对我们台湾民众2300万人的利益 其实也是伤害 为什么 你台独现在你成功了 你胜利了 你敢说独立吗 你敢宣布独立吗 你敢推独立公投吗 你敢你就做 坦白说你就做 你就开始宣布独立 宣布你要推独立公投 宣布你要推台独自信 你就做吧 蔡英文 你们台独的这么开心 放手去做 但我相信你根本不敢 那既然不敢 拉了一个裴洛西还不敢 那你什么要等到什么时候 你才敢 那俄罗斯跟中国联手 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之大 因为包括越南 包括朝鲜 包括印度的态度 都有可能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那这个真的是台湾应该要注意 那日本制裁俄罗斯用力过 导致俄罗斯的反制 那你就看到俄罗斯 看到了他介入亚太地区的新的机会到了 那他在未来很可能就是会跟中国联手 然后来制衡日本 然后在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中 扮演一定的角色 那我坦白讲这个对台湾来讲是一个 不幸的发展 可是历史趋势却已经出现了 不幸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所谓 道德 家乡国力 抱歉只能忌尽 究竟何为了你 只想攻击 替代爱意 到底是又我是你 无人能够感尽 时光满尽 相悲 轮不及 阿 看哪 不尽心花热彩脸 阿 看哪 怕不永远 开启沙律 黑暗森林 这永恒的距离 黑暗森林 没有我能找你 拥抱所有的身影 黑暗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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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el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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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在这里 作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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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你又忘了你 你又忘了我愛你 你愛你 存在這裡 Zither Harp 不留游走痕迹 不同一组命运 不惜躲避却换穿着 别人一股脱皮 一泪几时出病 一念不为赞领 无上肯定 啊 看哪 傻孩子忍起了不对 啊 看哪 傻孩子笑着挥手说 我在这里 我真诚的呼喊 我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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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 和为了你 只想攻击替代爱你 到底是无伤命 无人能够感尽 时光满尽相悲 冷不及 啊 看哪 不仅心花着彩脸 啊 看哪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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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可能 在这里 拥抱左右的声音 黑暗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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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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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着你 我在这里 作为道德加小努力 抱歉只能日记 究竟何为了你 只想攻击 替代爱你 到底是我 我是你 无人能够感尽 时光满尽相悲 冷不清 你 啊 看哪 不仅心慌惹 再一点 啊 看哪 它不仅心慌惹 开启下 黑暗三里 这永恒 这永恒的权利 黑暗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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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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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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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放